新北市政府宣布下禮拜开始将强制拆除增建三层楼以上的违建 总共是605件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表示 只要影响重大公安就会列为优先拆除对象 在学校附近作为出租套房亚房的违建都将优先拆除 其中新店区一栋被列为违建大户的大楼 从两层楼加盖到八楼的违建成为第一个拆除的对象 俄罗斯和伊拉克原油供应量增加创下数十年来新高 国际油价5日大跌超过4% 创下5年拜篮新低点 布伦特原油5年半来首度跌破每桶54美元 纽约原油跌至将近每桶50美元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决定将不会减少油的产量 油价的合理水平将交由市场决定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将会在今年8月发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声明 但将会承袭过去政府对二战罪行道歉的立场 安倍过去在面对未安妇的问题时含糊其词 又坚持参拜被视为帝国主义象征的晋国神社 让中国和南韩感到非常的不满